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一期特别节目 雷拉洛的AMX12这样车子 来到了惠州的陈老师的赛车场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 在赛道上面的一个第一视角的画面 据我个人了解 这是一条1比7的赛道 对于这样一款1比12的车子来说 稍微会有一点崎岖和泥泞 大家可以看到路面没有修得特别的平整 但是依然能看到它在各种转弯和飞跃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姿态 大家还要知道一点是 这个时候它车身上还背着一个 会增加重心提高重心的这样的一个摄像头的状态下 它的这个奔跑的状态已经是比较不错了 说明它这个低重心的设计 以及是电阅这种车身本身的特性 还是发挥的非常充分的 在通过各种障碍以及是飞跃的时候 非常的稳定 而且在转向的时候 也能看到它的姿态是比较平衡的 同时我们也要了解到对于像这样子偏向于场地玩耍的车型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极致的轻量化 甚至是碳纤维的这种底盘 让车子变得更轻 加速更快 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这样的车型不能像短卡 大脚或者竞速卡一样 有一个完全包裹式的车壳 裸路的轮胎和避震塔 基本上就是它车身和路面 还有各种材质撞击的最直接的部分 如果说暴力的直接去撞墙 或者说高速的时候 遇到一些石头 这种固定的材质的时候 肯定会造成很强烈的损伤 所以说如果有一片很大的空地 甚至是像这样的专业的赛车场 在游玩起来才会更有乐趣 非常高兴的是有机会 来到惠州的这样一个赛道 给他带来一个特别的展示 因为我觉得说这样的车子 其实天生就是应该去到 这种土路赛车场上去玩耍的 但是很可惜的是 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在身边 都没有一个这样子的场地 所以说陈老师在惠州的场地 算是真的非常难能可贵了 他自己给大家来开辟出 这样一个场地来玩耍 共同的去享受这种 真正的在赛道上的乐趣 那即便是说我们在这个圈道上面 没有刷出自己的成绩 没有说有一个特别好的表现 但是呢有这样子一个赛道的限制 让你去体验转向啊 飘移啊 甩尾啊 以及是加速减速飞跃过程中的 油门控制 重心控制 等等这样各种各样的操作 即便是你没有拿到一个好成绩 但是对于你的这个操控 因为有了边界的限制才会更加有乐趣 而且对你的技术呢 才会有一个持续的提升 而不是说很多小伙伴 现在目前可能只能提到 就是在哪里拉拉急速啊 来回的折返 没有一个边界和限制的时候 其实很难体验到这个障碍的乐趣 或者难度 那单纯呢 可能就会追求一个急速 那我觉得现在也是一个非常无奈的地方 那大家对于车子的要求呢 几乎除了急速之外呢 没有其他任何的要求 对于它的操控性 稳定性各方面呢 几乎都不会顾及 因为你拉直线的时候 其实只能看到急速这样一个指标 但是大家可以玩的内容呢 基本上除了拉急速之外呢 也很少有其他选择 虽然说很多小伙伴都说 全国各地有很多的场地 以及是很多的活动 但是对于普遍的这个RC玩家来说呢 宣传力度还是太小 或者接触的面呢 还是太少 还是集中在了部分 比较专业玩家的这个圈子里面 所以说我觉得有机会呢 大家还是要多去分享 自己下赛道的经历 和身边的一些赛道 有一些新手小伙伴 让大家一起去体验 这种有操控驾驭乐趣的 一个游玩的过程 同时呢 也和大家来分享 我觉得说速度这个东西呢 有的时候是一个产品的指标 没有错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非常难实现的事情 特别是在一些重量 并不是很高的车型上面 去盲目的堆速度呢 的确是一个容易有让场地有卖点的事情 但是也导致很多负面的作用 比方说车子容易撞坏啊 新手驾驭不了啊 以及是过高的急速和转速呢 导致的轮胎容易破损等等一系列产生的问题呢 可能都是因为单纯的追求急速而产生的 那么在视频最后呢 我们再欣赏一下陈老师的赛车场 首先是一个小的飞波跳台 然后接了一个大的U型的转弯 然后一个飘移甩尾中速 一个U型的转弯 再连续的一个回转弯 然后呢 在这里有一个小跳台旋转1360度 接下来的继续向前 一个小的S型的弯道之后呢 又是一个大的U型弯道 再接一个小跳台 然后呢 我们再加上一个加速 继续是一个弯道大回环 来到一个平台 最后到终点 通过技术器的显示呢 我们可以看到最终的结果是在30秒09毫秒的一个水平呢 非常可惜的是呢 没有进入到30秒 那当然现在还是不知道 在这个陈老师的这个惠州的拉里赛车场上面的一个圈速排行保 雷拉洛到底能排到第几名呢 这个赛车场也是刚刚开始有一个圈速的记录呢 希望在未来呢 有更多车型 去在这里跑出圈速之后呢 成为我们中国RC界的纽伯河林 一个民间的专业赛车场的一个测速场地 同时呢 也让大家更多的关注到赛车 除了急促之外呢 还有更多游玩的乐趣 让大家体验到在赛道之内 有规范限制的情况下 如何去驾驭一辆赛车 去操练自己的技巧 同时呢 体验到更多的乐趣 OK 本期视频到这里 在我的主页 还有更多RC和游玩资讯 我是林七叔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